继续来看合米河头楼639项楼面年旧失收 尤其我这个乡豆腐的区业 楼面是破得很严重 如果去资到两边车两火车 不三时还会来发生到交通意外 因此管理员林总汉 是这个乡管政副政策出将近200万的建议 协助改善大学700公图等楼 提升用楼品质 合米河头楼639项楼年旧失收 尤其是我倾倒区的区域 楼面被开进口严重 在火车时容易发生出汽液 楼面我沾了这样 所以我这厨来做楼面的政策 就是把他捏好比较高 不要说这样沾了 沾了很多人都很危险 关于我林总汉这条民众丁政 这次向广府尽出将近200万的经费 来进行德罗改善工程 这几年来发生很严重 也没有人来看 这支部的团队来反映 我们向中华管政府来政策 经约大概200万 当年差不多在700米 因为这个楼面 旁边我们有一支架子 架子旁边楼有下榻 所以先说来做一个经修 让我们经过这些变楼 专门和开车的 大家比较安全 比较不容易 路面的下榻 做成我们的交通修工 德罗改善工程完工了后 关于我林总汉 台北家团队到行政策工程的拼击 既然这次 这条是东北乡亲 通往新港 这些是加勤路顶所在的重要本质 很多车量在出力 各路做好 做好熟悉 来提醒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到中华新闻也很无 何必彩虹报道